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引领下 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各领域交流合作富有成效 传统友谊不断深化 2024年5月 塞伊德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共同宣布中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吉尼里表示 他高度重视中突关系发展 认同塞伊德一道努力 以今年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 继续传承中突友好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中突战略伙伴关系 行稳致远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 以色列陷入多线作战的局势 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0号的消息 叙利亚多座城市遭遇以色列的空袭 西部城市霍姆斯发生大火 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现在有消息说 以军行动袭击了藏身在叙利亚的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贾胡特 而叙利亚方面已经使用俄制S-300防空导弹实施反击 画面你看到叙利亚的西部城市霍姆斯有一处工业基地的汽车制造厂 和叙利亚中部城市哈马附近的一座军事基地 遭到以色列方面的空袭 袭击仅造成了财产损失 消防部门正在努力地扑灭大火 而另外一方面 叙利亚的南部城市德拉 当天爆出传出的爆炸声 爆炸原因还在调查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处居民楼8号的晚间 遭到以色列的袭击 造成7人死亡 当地的民众谴责以军为了一个人消灭整个国家的行为 来看一下本台中大马士革记者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以色列继续以军队建筑党成员 或者伊朗真实购问的借口来刺激 叙利亚各地 而这次以色列三枚导弹 这次以色列对大马士革所发动的关系 也导致了一些儿童和妇女死亡 有儿童说感到非常恐惧 在大马士革中的地区 在大马士革中的地区 而如果以色列要侵队某一个人 怎么会困窃了住在里边的三层 本号位是哈萨阿巴斯 苏利亚大马士革报道 目前有美国的官员表示 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正身处 加沙地带的一处地道里面 也相信辛瓦尔仍然是组织的决策者 美国白宫中东协调员迈格克在9号表示 美方相信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仍然在世 正藏身于加沙一处的地道里面 不排除附近有多名人质 迈格克补充说 美方认为辛瓦尔仍然控制着 哈马斯是组织的决策者 这一次的说法也是美方近期 有关辛瓦尔近况的最详细描述 辛瓦尔近日行踪是沉迷的 而外界就相信 他同身处加沙地带以外的 哈马斯成员重新建立联系 哈马斯与法达赫的代表 9号在埃及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成立临时委员会 来管理加沙的生活服务 另一方面联合管理会 9号召开巴以问题公开会 中方表示安理会的决议 应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 如果说搞双重标准 会开创恶劣的先例 英国外交大臣拉米 分别到访约旦和巴林去讨论中东形势 力图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温 英国外交拉米访问约旦 与约旦外交大臣 萨法迪商讨中东地区问题 旨在阻止紧张局势加剧 拉米又同约旦国王阿卜多拉二世 讨讨论巴以和以利冲突 阿卜多拉二世表示 实现有关地区全面停火的第一步是 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的侵略 并指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容忽视 呼吁增加人道主义援助 拉米还到访了巴林 他或巴林国王哈马德接见 并与外交大臣等官员会谈 而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攻势 引起多方优劣 哈马斯与法塔赫的代表 9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 据报双方初步同意 设立一个临时的非政治性的委员会 作用仅限于管理拉法口岸 并为加沙地带人民提供 包括食品 药品 教育和卫生用品 等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和服务 预计委员会将由10到15名 部署于任何巴勒斯坦派别的委员组成 其人选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双方代表10日将继续在开罗进行会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黎巴嫩真主党9号向以色列的北部 发射数十枚的火箭弹 已经造成最少两名的平民死亡 以军在同一天摧毁黎巴嫩发射火箭弹的装置 以军形容真主党遭到严重打击 但是真主党则表示 不会主动要求停火 多国的撤销行动持续 白宫警告黎巴嫩不能够成为下一个架杀 位于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 有居民楼被火箭弹击中起火 多名消防员出动灭火 黎巴嫩真主党表示 9号向谢莫纳地区发动空袭 声称是针对一群敌方势力采取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指 监测到约90枚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 虽然部分被防空系统完结 但仍有部分落到以色列各地 造成火警及伤亡 以军也表示 在同一天打击并摧毁了黎巴嫩境内 用于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的装置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安特再次提到 伊朗月初发射导弹袭击的事件 表示虽然强度高但并不精准 因此未能打击以军 加安特扬言 袭击以色列的人必定会付出沉重代价 ディוק בנקודות השונות הוא מאוד מאוד ממוקד היכולת לתקוף היא יכולת מאוד חזקה וכמו שעשינו עד עכשיו במלחמה בכל הגזרות האחרות מי שתוקף אותנו ייפגע וישלם מחיר התקיפה שלנו תהיה קטלנית מדויקת ובעיקר מפתיעה הם לא יבינו מה קרה 以軍公布統計 直約初對黎巴嫩南部 展開地面行動以來 進行了超過1100幾空襲 以軍總參謀長哈埃維表示 珍珠黨已經遭到嚴重打擊 在下達及執行指令都有困難 導致運作遇上挑戰 來自珍珠黨的國會議員 則態度強硬 揚言不會向以色列提出停火 認為國際社會應該施壓以方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就在本月4號被以色列空襲 炸毀的黎旭邊境公路 到現在還沒有修復 每天還是有數以千计的黎巴嫩難民 通過這一條公路前往敘利亞 來看本台特派記者 從當地發回來的報導 我們在前往黎巴嫩東部 同敘利亞邊境交界的 麥斯納口岸的圖中 看到了這條公路在幾天前 被以色列轟炸的地方 可以看到非常深的彈坑 目測大概有3米多深 那麼這個彈坑將這條公路 是攔腰折斷 我的左手邊這邊是黎巴嫩的方向 可以看到所有黎巴嫩的車輛 都被滯留在這裡 然後難民只能是下車 然後背著一個大包小卷 步行繞過這個彈坑 那麼在另一個方向 我們也看到了現場有 敘利亞洪心約會的車輛 然後還有它的工作人員 在協助這些難民 通過這個彈坑前往敘利亞 有住在邊境口岸附近的居民 向記者講述了當天 以軍轟炸的經過 而以軍對此回應 轟炸這裡是因為黎巴嫩 正主黨通過該口岸邊境 從敘利亞走私武器 另外記者在現場還了解到 雖然道路被毀 但每天仍有數以千計的難民 在聯合國和敘利亞洪心約會 工作人員的幫助下 從這裡前往敘利亞躲避戰火 有黎巴嫩的難民 還向記者表達了自 這次衝突爆發以來的絕望 據統計 盡量將心 離續邊境報導 雖然以色列與 珍珠黨武裝的地面交火系列 不過黎巴嫩南部 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居民 不願逃離家園 但是當地整體的經濟生活 已經陷入停頓 當地居民也不看好西方國家 能夠推動停火和平 他們認為關鍵還是要看 以色列和伊朗 究竟打算和這場衝突 推高到什麼程度 伴隨被以軍斬首的 前珍珠黨領袖 納斯魯拉畫像 在公路上出現的評刺越來越高 我們距離以色列和珍珠黨交火的 黎巴嫩南部地區也越來越近 伴隨以色列投入四個式的兵力 對黎巴嫩南部邊境 展開規模越來越大的地面進攻 還是有人不願搬離 當地人對賭局勢的底線 就是以軍會在歼滅 珍珠黨勢力之後停火 而不是聽從西方國家的調停建議 越來越多的黎巴嫩人 希望擺脫代理人戰爭的厄運 願意看到伊朗和以色列正面對決 但雙方如果將衝突 推向又一場大規模的中東地區戰爭 黎巴嫩人還是難逃戰火 那麼一定會有疑忍 再次擊破了 但是我們想看看 什麼狀狀狀狀會 凭借着地中海美景 所带动的旅游业经济 对于黎巴嫩南部沿海城市的 很多居民来说 这就是他们的唯一收入来源 但是现在大家可以从我的身后看到 当地拥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物遗迹 没有一个访客 可以说黎巴嫩甚至整个中东局势 如果不能够恢复平静的话 那么黎巴嫩人口中所说的那个 2019年以前的好日子 就再也不会出现 富豪卫视 曹杰 李莫克 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采访报道 黎巴嫩南部轰炸加剧 土耳其9号正式启动撤侨行动 首批约2000名的土耳其公民 经由海陆回国 在黎巴嫩贝鲁特港 当天的凌晨 大批此前已深行撤离的土耳其公民 排队接受安检 等待土方的军舰护送他们回国 执行撤侨任务的土耳其舰队 稍早自土耳其南部的梅尔新港起航 同时携带约300吨的食品 药品等人道救援物资 抵达贝鲁特港 土耳其外交部就表示 目前已经有约1.4万名 在离土耳其公民 向当地的使领馆申请撤离 以防长提到 以军对于伊朗的打击 将会是致命精确且出人意料的 伊朗军方则表示 若以色列胆敢袭击伊朗的话 那么伊朗将会发射 数千枚的导弹予以还击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9号报道 革命卫队总司令的顾问 伊普拉辛·贾巴里 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会议上 详细介绍了革命卫队 最近对以色列实施的报复行动 他表示 这次导弹袭击 让美国和以色列都大吃一惊 伊朗军队瞄准了 以色列的F35战机基地和军事设施 伊朗的袭击证明 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 只是一个筛子 贾巴里警告 如果以色列敢袭击伊朗 伊朗将向以色列发射 上千枚导弹 贾巴里还驳斥了有关革命卫队 圣城军指挥官卡尼 在最近以色列空袭贝鲁特时 受伤的报道 他表示 卡尼身体状况良好 将在未来几天 接受伊朗领导人 授予的征服勋章 防卫室 正开里日穆森 德海岸报道 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9号进行了 7周以来的首次通话 有美国官员透露 通话大部分时间 都在讨论 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计划 以色列举报 接受打击伊朗常规军事目标 而不是核设施 或是石油生产基地的观点 美国白宫9号称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 进行了自8月21号以来的 首次通话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也加入了电话会议 拜登在通话中谴责伊朗在10月1号 对以色列的袭击 并强调需要通过外交方式 让黎巴嫩和以色列平民重返家园 拜登也敦促以色列 尽量减少对黎巴嫩平民的伤害 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证实 上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致电了内塔尼亚胡 祝贺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 采取了密集且坚定的行动 对此 白宫一方面否认 美国目前存在两个政府同时运行 一方面警告以色列 不能让黎巴嫩成为下一个夹杀 随着以色列距离拜登 希望实现的停火协议渐行渐远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 也持续紧张 前《华盛顿邮报》记者 伍德沃德在新书中披露 拜登私下对内塔尼亚胡充满贬低 认为他谎话连篇 凤凤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再看到是第二七次的 中国东盟十嘉义领导人会议 10号的上午在老欧万象举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宣布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 升级谈判实质性结束 这一重要成果 为双方共同建设超大规模市场 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也是共同引领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大举措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和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沃总理宋赛 以及其他东盟成员国的领导 按照惯例手拉手合影拍照 在发言中 李强说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仍然乏力 保护主义抬头 地缘政治动荡 不稳定 不确定性还在上升 全球总需求不足等问题 也更加突出 市场成为了当下经济发展中 最稀缺的资源 他说中国和东盟作为有着 14亿人口和6亿多人口的 两大市场 超大规模市场 是双方促进经济繁荣的 最大依托 加强市场对接 也是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 他就宣布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实质性结束 这一重要成果 这一重要成果为我们共同建设超大规模的市场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是我们共同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大举措 这也表明我们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铅明态度 李江平表示 相信中国东盟两大市场将更加紧密 更加有机的融合 从而形成更为显著的经济规模效应 产业集群效应和发展外溢效应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也是东盟与外部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 从2009年签署投资协定以来 双方贸易逐步深化 2022年11月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启动了3.0版谈判 涵盖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和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已经是连续15年保持了东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在去年双边贸易额是高达6.41万亿人民币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本正式开启 相信将贸易双方的经济带来显著的效应 包括中国电动车的制造业和产业列 将会更大规模地转移到东南亚 以及5G数字经济和中国电商平台的进入 都将会对东南亚的经济 以及数字化转型带来巨大的变化 防卫视 胡林晨基 赵伟 万象报道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由英国的官员就透露 新政府计划要转变 前任政府所持的对华强硬态度 要缓和两国关系 但同时也在明确地表示 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根本分歧 英国新任外长拉米曾承诺 将彻底改革营中关系 根据了解 他计划下周访问中国 但是行程尚未敲定 消息人士同时指 英国财政大臣李福斯 也在考虑近期访华 而目的是恢复每年举行的 贸易和投资谈判 英众两国外交部 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其他焦点看到是在朝鲜劳动党 成立79周年之际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9号表示 收到了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 赠送的花篮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 赠送的花篮 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转达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 有关部门 花篮断带上写有 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79周年的字样 此外 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名义 赠送的花篮也被转达 水灾方面的消息 由于泰国连日来大范围的强降水 泰国北部的知名旅游城市清迈 在5号出现了大规模的洪灾 目前还是有大范围的积水 受到洪灾的影响 之前有100多名的中国游客 被困在清迈 而目前中国游客 已经全部被安全转移 中国驻清迈总领事馆就表示 将会持续地跟踪灾情 继续开展好有关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 后续的帮你更新 但是也是跟天际动态非常相关 看一下美国 飓风米尔顿来袭 9号晚间以三级飓风的强度 登陆美国佛州 带来多起龙卷风 山洪等灾害 也造成超过150万户的家庭跟企业停电 拜登敦促各方要提高警惕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飓风的重灾区 大多数都集中在了保守派地区 所以会不利特朗普的选情 哈里斯谈到了飓风的时候 就谴责对救灾散布谣言的行为 是危险而且不道德的 特朗普则直接攻击 美国当局的震灾能力 9号夜晚 在佛州西部沿海城市坦帕的市中心 大雨飘泊 街道上的树木在风中摇曳 随着雨势增强 气象部门预测 坦帕地区极易爆发山洪 而在佛州西南海边城市 西安河塔 夜晚风雨加剧 松露树剧烈摇晃 街道上居民家中的百叶窗 被强风拍打 当地官员警告居民不要外出 9号早些时候 在佛州南部布劳沃德县 公路旁可以清晰看到 龙卷风正在快速移动 据当地气象部门消息 飓风米尔顿抵达佛州之前 佛州已经遭遇 多场龙卷风的洗礼 在佛州西部沿海城市布雷登顿 受飓风天气影响 海水涌入码头 造成码头防堤的时间出现了损毁 在佛州西南的海滨城市 麦尔斯堡 海水涌入岸边 淹幕沙滩等海滨景区 强风来袭岸边树木剧烈晃动 龙卷风刚过 麦尔斯堡一座房屋满目狼藉 不仅房顶被掀 屋内陈设更是遭到灭顶之灾 墙体脱落地板积水 房主介绍说 这一切都在瞬间发生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大选进入倒数计时的一个阶段 哈里斯竞选团队 在不到三个月内 筹集到10亿美元 超出特朗普2024年的总募款额 根据美国五党派组织 最新的数据统计 2024年美国选举的开支 将会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的开支 将会达到至少159亿美元 另一方面 美国媒体也分析指出 宾夕法尼亚州成为两党竞选的核心战场 纽约时报9号发表分析文章称 在2024年大选的七个关键战场州中 宾夕法尼亚州格外重要 该州拥有19张选举人票 且两党在此竞争激烈 最新民调显示 哈里斯与特朗普的支持率 在该州几乎持平 宾夕法尼亚州被认为 可能左右整个选举的结果 因此两党候选人在该州的投入 远远超过其他州 哈里斯与特朗普及其盟友 预计在宾州的广告上 花费了3.5亿美元 超过米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总和 同时 纽约时报指出 哈里斯自宣布参选以来 在不到三个月内 筹集了10亿美元 主要来源为网络捐助 这一数字不仅改变了 他与特朗普之间的竞争格局 还刷新了总统候选人 筹款速度的记录 哈里斯的募款总额 已经超出了特朗普2024年的预算上限 约为8.53亿美元 这10亿美元的资金 将用于支持他的竞选活动 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等附属组织 主要投入到电视 数字广告和正常州的办公室扩展 以及人力配置中 数据显示 9月 哈里斯平均每3天 就有一天在宾州进行竞选活动 其团队在全州设有50个办公室 雇佣了超过400名工作人员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在宾州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 并派副首万斯贫房造访该州 停留次数远多于其他任何州 宾州的政治格局也十分分裂 州议会有两党分别掌控一院 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仅相差一席 宾州有着全美成本最高的参议院选举之一 并拥有可能决定国会控制权的 两个竞争激烈的众议院席位 尽管民主党近年来 在州长和参议院选举中连连获胜 而因此保持乐观 但共和党也看好自身前景 自2016年特朗普赢得该州以来 民主党选民数量相比共和党大幅减少 而特朗普在巴特勒的遇刺事件 也可能激发该地区的选民积极投票 凤凰卫视孙海若姚一伟 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来 亚台区股市今天走出了震荡向好的行情 日本股市午后升幅收窄至大约0.2% 韩国股市则是上升大约0.5% 台湾股市则是假期休市 内地互生两市双双高开 随后一度倒跌 但很快就探底回升中字头的板块 继续走强 十多只的股份涨停 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是 互指中午报在3355点上升96点 升幅2.95% 半日成交来到6386亿元人民币 而深层指中午市战报 10727点上升169点 升幅1.61% 而半日成交来到8183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 列口高开408点 重新的站上21000点 整数关口上方 随后涨幅更进一步的扩大 而横指是中午战报 21508点 而上升了871点 升幅4.22% 而半日成交1771亿港元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 互换便利工具 即日起接受有关机构进行申报 而内地的媒体就引述 接近人行的人士指出 新设的工具 不会扩大基础货币政策的规模 中国人民银行周四发出公告 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 互换便利工具SFISF 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 基金和保险公司 以债券股票ETF 和护身300成分股等资产为抵押 从人行换入国债 央行票据等高等级流动性资产 首期操作5000亿元 并视情况可以进一步扩大操作规模 即日起接受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和保险公司申报 官方媒体中国证券报 随后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 只接近人行人士表示 目前法规规定 人行不得直接向非银金融机构提供贷款 而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 采用的是以券换券的方式 既提高了非银机构融资能力 又不是直接给非银机构提供资金 不会投放基础货币 人行行长潘工胜在9月下旬的 国新办发布会上 提出了两项新货币政策工具 支持股市 当中一项就是SFI、ICF 人行还提出向商业银行 发放股票回购增值再贷款 提供的支持比例是100% 利率是1.75厘 首期额度3000亿元 内地媒体引述分析人士指 通过新的工具 金融机构抵押流动性相对较差的资产 获取流动性更好的资产 从而在市场进行融资 提高资金实力 进而更好的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 同黄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周六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将会介绍 加大财政政策一周期调节力度等情况 央视新闻就报道 今年的财政政策工具箱 亮点就包括超长期特别国债 新增专项债支持基建 还包括贴席和税收的优惠 要促进消费投资 而人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 引述专家指 由于财政部已设立特别国债收支科目 预料增发特别国债的可能性较大 杨史新闻报道 周六的发布会将重点聚焦 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而所谓的逆周期调节 是指政府根据经济周期阶段 通过政策工具和措施 让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平缓 更好促进经济发展 报道引述专家指 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 对于稳定经济增长 促进就业 控制通胀和稳定金融市场 具有重要意义 而财政政策灵活调整 将更好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 报道指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工具箱中的最大亮点 是超长期特别国债 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截至7月底 已经累计发行4180亿元 而大约3000亿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 加力支持重点领域设备更新 进一步提升消费品 以旧换金的能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至于在9号举办的欧洲议会 全体会议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在发表讲话时活力全开 就批评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关税的决定 只会导致进一步的失业 演讲当中 欧尔班就痛批 欧盟的环境和贸易政策 没有考虑到欧洲大陆 汽车行业的利益 他也指出缺乏规划 导致汽车行业正在大量的流失 而对于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额外关税的决定 只会导致失业恶化 而欧尔班还在这一次的讲话当中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爆发了激烈交锋 外媒提到会议上火药味十足 而双方也公开地表达 对彼此的强烈焉恶 冯德莱恩在发言的期间 也声称欧尔班允许 来自中俄的外国干涉 让匈牙利人民失望 国家商务部9号和香港特区政府 共同签署 关于修订内地与香港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S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2 香港财政司司长承贸部表示 举措有助于香港进一步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 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此外香港的物流 以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 举办年度的物流高峰会 与多家内地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 要推动大湾区物流联通 和数字城市发展 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见证下 财政司司长9号和商务部 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签署了 关于修订内地与香港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S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2 协议2自签署日开始生效 并在明年3月1号起正式实施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SEPA经过20多年发展 已成为一份全面现代化 及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议 而新签署的协议 将会带来更多的互利共赢的成果 协议2当中新增港资港法和 港资港仲裁等便利香港投资者的举措 同时新增本地规划的承诺 让企业提供服务时 省却繁琐规则和降低贸易成本 此外 大部分服务领域取消了 香港服务提供者 必须在香港实质性经营三年的年期规定 汇集香港初创企业 吸引外来投资 新增的开放举措 让香港服务提供者及专业人士 可以更容易在内地设立企业和发展业务 凤凰卫视张又人香港报道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在10号宣布 拒绝出席台湾双十节庆典 理由是因为赖清德当局主张 所谓新两国论 追求台独路线 将会把台湾人民带向陷阱 马英九指出 赖清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 若还不检讨改错 就不配再担任台湾的领导人 台湾在民进党执政下 两岸关系陷入低潮 台海情势更是日趋紧张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 罕见高调痛疲赖清德 主张的台独路线 已经把台湾2300万人带上险境 引发台海紧张 全球严重关切 他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 麻烦制造者 现在国际间已经有许多质疑 赖清德路线的声音 马英九回顾当年他执政时 两岸签下了23项协议 彼此交流频繁 而反观现在的两岸却充满了烟销味 马英九表示 国际媒体包括了美国华盛顿邮报 以及总部位在比利时的国际危机组织都指出 赖清德的挑衅程度高于蔡英文 认为应避免继续用挑衅的语言处理两岸关系 一个美国的媒体跟一个欧洲的民间组织 竟然同时批评 这实在是令人难堪 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 马英九最后向赖清德喊话 马英九强调大陆和台湾相互之间 可以和平共处 若赖清德还是一意孤行 拒不改正错误 那就不配再担任台湾的领导人 凤凰卫视黄家腾纪敏怀台报道 接下来关注到 《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7届会议 9号是以协商议制的方式 通过中国代表丹麦 法国肯尼亚和墨西哥 共同提交的纪念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通过30周年决议 决议获得广泛的支持 112国参与共提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出代表陈旭 在介绍决议草案的时候表示 将近30年前 北京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这也是世界妇女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30年来妇女社会的地位显著提升 同时全面落实北京宣言 仍然面临的抗战 决议旨在重振北京宣言精神 反映各方希望加快实践 性别平等和作应对挑战的共同形成 而法国芬兰阿根廷日本等国 在决议通过时发言 感谢中国牵头提出这一个重要的倡议 以北京宣言精神为引领 共同促进世界妇女 全力保障 俄乌局势方面 俄军9号表示攻克了两个军民点 乌军则称打击了一处存放攻击无人机的俄军基地 乌克兰总统泽利斯基则是表示 俄乌冲突会在2025年结束 另一方面在9号的欧洲议会上 匈牙利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会上这乌冲突展开激烈交锋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视频 显示俄军正在库尔斯克州作战 通报称 北部集团军队来自乌克兰十个旅的下属部队实施打击 攻克了新索罗奇纳和波克罗夫斯基两个居民点 另一边 据基辅独立报报道 乌军9号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一处村镇附近的基地 打击俄军存放的400架伊朗目击者型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 在克罗迪亚举行的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上发表讲话 他谈到胜利计划 称第一步就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第一点点的签计是否和尔散的计划在俄罗里是解決的 俄罗里会解決的 俄罗里可以解決的 俄罗里有一个地方在中央 如果是 而且这通过批评了 就会不会责任俄罗里的日子 每个国家都有可能选择未来 泽连斯基警告称 乌克兰有机会在未来几个月 推动和平与持久稳定 不过需要有影响力的盟友 做出大胆的决定 以便能最迟在2025年结束俄乌冲突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防长勒克尔尼 9日前往该国东部的 大东部大区的一处军事基地 受到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的热情欢迎 并未问视察正在接受训练的一支乌克兰部队 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承诺 训练结束后将为这支军旅部队 提供128辆装甲运兵车 18门凯萨自行火炮 18辆AMX轻型坦克 以及米兰反坦克导弹系统 和重型军用卡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军9号继续在顿巴斯各县积极推进 乌东两座重要城镇脱列此刻市 和大诺沃塞尔卡市告急 来看一下本台记者 发自北顿涅茨克的现场报道 那么这里呢就是北顿涅茨克 记者的前方呢 这就是利西藏斯克塞维尔斯克 俄罗斯军队呢 目前发展着在 酷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 我们来观测一下 目前在顿巴斯各县的 军事的态势 周三在顿巴斯战线方向 两军交火聚焦在顿巴斯中线的 脱列此刻市 俄军突击队进入市中心的 大部分地区巷站 包括市工业区和市场等地 俄军故技重施 给乌克兰武装部队守军 只留下几条撤离的走廊 但是走廊区被设置好 射击助援的俄罗斯武装部队的 炮火封锁 现在俄罗斯军队正攻击 乌克兰重要的后勤枢纽之一 大诺沃塞尔卡市 俄军距市区东郊 仍有十公里 俄罗斯军事专家的观点 在冬季战役之前 俄罗斯战役想定 将乌克兰军队从与别尔格罗德州的 边界推回 并逼近哈尔科夫市 建立起近距炮火的射程区 富豪卫视 阿根廷的9号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抗议当局是否增加大学经费的一个提议 那要求政府提高教职员的工薪水 那讲到了重点要抵消通货膨胀飙升 所带来的影响 数千名拉根廷民众9号走上街头 举行示威游行 抗议总统米莱是否 是要否决提高这个公共教育预算的法案 那重点示威者高喊口号 喷涂飙雨 要求米莱下台 并且与警察爆发肢体冲突 防暴警察则试图用 胡椒喷雾来驱散人群 造成一些示威者的面部受伤 而米莱否决教育预算法案之后 议会则在9号尝试投票 要推翻她的否决 就在议员辩论的同时 教师工会以及左派社会团体 等在附近举行支持法案的示威 而最终推翻米莱否决的场势 以6票之差失败 结果出来之后 全国大学工会阵线 继续地呼吁举行全面罢工 前不久 英国政府决定 将查格斯群岛主权 归还毛里丘斯 让阿根廷看到了 类似行动的可能性 并且认为 这为其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 提供了历史性先例 就在日前英国首相 斯塔莫在议会强硬表态 称福克兰群岛是英国的 并且将会继续是英国的 因而关系也再度紧张 专家指出 英国的行为 一直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查格斯群岛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它在某种程度上 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 有一个大约的团队 在某种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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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团队上 在某种程中 的某种程度上 和美国的领域上 是英国的领域上 和美国的领域上 它在某种程度上 专家表示对于阿根廷来说 马尔维纳斯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领土争议 而是国家政策 但在英国不断强化 对该地区的事实控制的情况下 冲突将长期存在 英国对马岛的控制 不仅涉及主权问题 尽管阿根廷与英国就航班 和越资源达成协议 但国内就这些外交决策 出现分歧 副总统比利亚·卢尔反对协议 专家认为这些清西方的协议 违反了阿根廷的利益 专家指出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的主张 不会动摇 并强调将坚定捍卫党民的自决权 但这些居民都是殖民者 是英国臣民 他们当然会投票支持英国 阿根廷不太可能与英国或北约开战 等待英国的善意也永远不会发生 因此只能坚持立场通过外交谈判 逐步推进主权移交 凤凰卫视梁东亚·罗敏纳 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五件专列 许子丁 我们各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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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